这是一个小偷见了也会流泪 老婆见了也会沉默的保险箱 我在里面藏了一百多亿的私房钱 如果我不告诉你秘密 我相信小偷也偷不走我的私房钱 咱们看一下这个盒子啊 从各个角度看起来都非常的正常 用力掰用力扯都是打不开这个盒子的 看到没有 这些木条都是粘得实实的 拔不出来 而且它周围都是没有什么破绽的 完全找不到它的正确打开方式 横着竖着也掰不开 咱们来试一下是不是拧开的 不行啊 用力拧也拧不动 再验证看一下有什么细节没有发现的 看上这里 非常的紧密 这边也是 这里是缝隙 但是掰不动 都是卡的实实的 拉一下 也扯不出来 再换一边试一下 这边也不行 在旁边 你看各个角度都试了 还是不行 那现在就给大家解密一下 这个盒子到底是怎么打开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缝隙是比较宽的 但是就算你发现了这个细节 也不一定能解开它 因为它这里隐藏的非常厉害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条小缝隙 还有它的对角 这个位置捏住 用点力气 它就可以拔出来了 很多人不相信 我有一百多个亿啊 给你看一下 看到没有 红色的 还有几个零 再打开看一下 哎 才五万是吗 还有 五十个亿 还有一百个亿 这个打不开的木盒 你看明白了吗 感谢你的收看